來看如何做存檔的動作 那所以剛剛的程式其實雲端上也都有啦 所以你們假設要找到我剛剛寫的程式 這邊就有啦,只讀取前10個在第10頁 然後讀取這個 兩個欄位的,也在第10頁的下方 那這個是Strip啦 Strip在這裡,就是去掉 空白 後面的話呢,可以再串 那個去掉,就是做那個豆點的分割啦 分割之後的話 就取得那個姓名跟手機兩個欄位 其實你們也可以去找別的資料啦 比如手邊如果有一些其他資料,你也可以拿來套用看看 然後也可以做切割,也沒有關係 甚至的話,如果你要把那個Excel裡面的資料 拿來用的話,其實你可以用那個Excel裡面的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我是建議你存成csv啦 csv其實就是純文字檔 他等於是說 中間也是加豆點而已 OK,所以你要把Excel的資料 拿來做應用的話 你就用那個Excel裡面的另存新檔 那就可以直接拿來 Python裡面讀取的 記得存成csv就可以了 就或者存成tsv應該也可以啦 tsv這個還蠻常 用到的 這個檔案格式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要把它存成 把剛剛的這個結果 存起來 變成我們將來可以讀取的資料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該怎麼做 所以 假如說我已經得到了這個 前10個會員 而且 是什麼呢 這個兩個欄位的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 把這個 資料呢,幫我存一個檔案 檔案的名稱也許叫什麼 叫member 底線report OK,就是說 我要存成一個report的一個檔案喔 OK 那我要怎麼把它存起來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存起來的話 將來要再用喔,變成你要再run一次程式 很麻煩 OK,那如果存檔的話 之後你可以 再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那只是說呢,我要怎麼樣可以把 我們的資料 輸出的資料,print的資料 把它變成一個檔案存檔 欸,如何存檔 這件事情 其實蠻重要的 那其實喔,在python裡面呢 讀檔 是r模式 那寫檔很簡單 其實只要把這個r 改成w就可以了 w就是什麼 就是寫檔 OK,所以其實喔,在python裡面我是覺得 開檔跟 存檔真的還蠻容易的 那只是說如果你要 存檔之前喔 你要先怎麼樣 先把你要存的資料 把它串接 成為 一個字串 也就像這些啊,我們是把它print出來 printer變這樣 可是問題喔,這個print的話 它是 一列一列一列的 這個輸出 那如果說我今天喔 我需要存檔的話 第一件事情你可能需要什麼 一把這個先全部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字串 要怎麼全部串在一起喔 一 如果要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一 請你先在那個回圈上方 建立一個空的字串 空字串什麼 s 假設啦 這個字串的變數名稱叫s 等於空的字串是這樣子 意思是說 我現在喔,我有一個空的字串列啦 空的 這個文字,空的字串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串在 裡面呢?特別注意喔 我可以在print的下方 再加一個那個 把 這兩列的資料 這兩個資料串完的結果 放在 這個字串裡面 那怎麼怎麼串喔 我們可以喔 s 等於 s自己本身 再去串什麼 所以串的話是s 串後面這些資料 所以我把 printer的上面這兩個 把它複製到這裡 意思是說 我輸出 之前的printer 比如說先輸出這個 然後我就把它串在s 所以s呢 裡面呢本來是空的 那串了這兩個之後的話呢 它裡面就先放 姓名 豆點 手機 OK 那問題來了 後面呢其實 它printer本身是因為 本身有帶換行 但是你自串本身沒有 所以要記得喔 我們可以在後面 假如要增加一個換行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後面再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換行 因為如果你沒有換行的話 將來所有的資料會全部接在一起 那就不對了 OK 所以我們就是 這個空的自串 是要把這些資料呢分別幫我串 後面加一個 換行 然後就是先一個這個資料 換行 第二個資料 第3第4第 全部都放在這個 OK 那我怎麼知道有串接成功喔 我們可以用printer 所以在4回軒的 外面呢 再加一個printer printer什麼 printer S 好 那試試看 如果你得到 在這個地方printer這個就不用了 所以把這行註解掉 OK前面加一個頸子 我們就不用print了 意思就是說呢 當我把它全部串完之後 如果我一次print看看能不能得到這樣的結果 如果 可以的話 那我就完成第1階段 把什麼呢 把資料先串成一個文字喔 OK執行看看 看一下 這個有出錯 這個錯誤在哪裡 他說是這個 會員資料第2行 ReaderR 那有可能是不是我的那個 那個 原始資料 我看我的那個 Member Member資料 看一下 不定存 我現在已經變 我把它改UTE8好了 因為我剛剛可能重新再存過 OK好 那我把它改改過了 就是應該編碼方式 OK他說UTE8 好 那我重新改 那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List index out of range 這個地方我看 第7行 就這個 他已經讀到了 讀到這個檔 但是問題 這個檔裡面 後面 後面加上 後面加上 又改回來豆點了 但是我這個Split如果還是用豆點那就兩邊不match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改回來 豆點OK好 來試一下 好這樣都OK啦 所以有時候我改了程式自己要知道說改了 不然的話有時候錯是因為我剛剛改 改成什麼改成豆點 現在我把它改回來OK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等於是說我把剛剛print的東西全部都串在一起 串成一個字串 所以如果你要把你產生的資料存檔的話 第一步一定要先把它串成一個字串 串的流程一在縫迴圈上面建立一個空的字串 二的話呢把print這些東西 用S等於S加 並且後面有一個換行 那意思是說反正全部都串在一起就對了 它就等於是串串串串串全部都串成這樣子 那如果我要存檔的話就很簡單了 如果要把它存起來的話 再來呢你只需要呢 把上面這一行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我剛剛講過了齁 我們讀的話是R模式 寫的話呢就變W模式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讀是R 寫的話是W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如果你要寫的話呢 特別注意在第二行不一樣 上面是用Read或ReadLine 那如果說你要寫的話叫什麼 就是Write OK所以這邊的話就是Write 那Write什麼呢 在瓜五裡面就把這個字串 就是這些資料 把它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所以S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檔案名稱改一下 因為不能寫到那個Member 不然的話它會把它蓋過去 所以這個叫 我把它改成叫Report好了齁 Rpt 簡稱Report 就是我要把這個資料呢 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的話 這個資料寫到這個檔案的話 只需要叫做F.Write 把這個字串裡面放在這裡 OK 那基本上應該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最後呢再記得啦 因為寫完之後 我必須把這個檔案物件關掉 所以最後其實 加一個叫Close OK 就把這個檔案呢 物件從 記憶體裡面呢 幫我關掉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齁 執行一下 欸 輸出嘛 這個沒有問題 最大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是 這裡面有沒有多一個檔案 叫做Member.rpt 欸有了有沒有 所以喔 我Rite出去喔 他幫我直接產生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裡面內容呢 應該就是我們剛剛 print出去的那個 兩個欄位 加上這個 十個會員 打開 欸對沒錯 所以喔 這個檔案的話 基本上齁 就是跟 這邊是一樣的啦 也就是我們print出去的東西齁 基本上呢 就被我寫檔寫到這裡來了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齁 在python裡面呢 要存檔其實還蠻簡單的 OK齁 所以我把那個剛剛的重點回顧一下 兩個階段步驟 一 就是上半步齁 建立一個空的字串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這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open的時候 把這個地方 原來是r 改成w 檔名改一下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然後呢 這邊就是rise 把這個s的這個變數 放在rise的後面 最後記得close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齁 在python裡面齁 這個斜檔的動作 已經大大的 這個比以前的 這個比以前的 程式簡單太多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齁 來吧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齁 來試一下齁 來試一下齁 那如果你怕剛剛的程式齁 假如記不太熟的話齁 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1頁 第11頁上面其實也有了齁 三個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達到就是把結果存成報表的目的啦 OK齁